旅游雷区 旅游有什么雷区 最近经常就被 被一些社交软件上的旅游照片骗 滤镜之胜利吗 对 滤镜胜利 其实 其实就你到了发现什么都没有 就有的根本就跟上面长得一点也不一样 然后你调个滤镜好像就变成了那个样子 就现在很多都会这样 尤其是海边的那个照片最容易被骗 因为海就很容易调色调得很好看 对 但其实一看就光秃秃的沙滩很海 最主要的是人多 就是我觉得每次看照片你就觉得人很少 但是你去了之后 我第一次来杭州去那个断桥那边 然后我就到处问路人 我说断桥在哪 然后路人跟我说 你现在脚底下站的就是断桥 就是 我说 我跟下饺子似的 真是不明白他断在哪 你的那个手推给你的是多少钱 302 这么贵呢 302 第二名就是460的 我对衣服还是蛮知秀品质的 302 小宋和唐老师呢 我觉得是你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小宋他说了他会先买一个东西 然后他发现下面更贵的 他会想买更好的 所以他肯定不是那个抠的人 所以是唐老师 你这就坐实了 对 衣服我都不怎么买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每次都从服装师那再耗两套走几场 是 生活当中太多这样的情况来出现了 反正 希望这期节目能够帮助到大家一些 做到一个有效的判断 就好了 我们不可能避开所有的雷区的 但是希望你钱财 从这个 我选的是妈妈这个月我又吃土了 吃饭不香吗 吃土了 为啥又吃土了呢 买一些没用的东西 或者那个过度消费 就会吃土嘛 就比如什么 三八女王节 六一八年中大醋 双十一 然后年货节 你是什么节都不落下的那种 基本吧 你基本都会买 你们都参加吗 这种各种大醋 各种活动 参加 我一般都是在那个 外卖上买 外卖上买 对啊 买啥呀 买吃的 对啊买吃的 那你买不了电子产品 你外卖怎么买呢 电子产品 电子产品有促销吗 有 有 浪费了多少钱 哎呀 哎 外卖是买 能买到很多 其实很多电子类的产品 外卖也能买 所以很快就吃土了 因为花了很多不该花的钱 你吃土吗 会像家长有这样的抱怨吗 不行了 花完了 嗯 没有 有 钱那么多 没有 不是 就比较会规划 有规划 对 就是女孩子 就是如果真的到吃土之路 很没有安全感 所以还是要保护好自己 不能让自己吃土 还是要留一定的钱 嗯 很有规划 对 会不会那种 本来我就打算买两样东西 为了参加这个七拼八凑活动 最后可能得收二十个快递的 有 会有 就可能暂时不需要的 就比如像有些需要囤货的 其实就会拼拼凑凑 然后下一整单 下一个大单 你点外卖的你有啥 哈哈 外卖也有满简 对 也有满简 对 外卖也有满简 也要加个汤 加个甜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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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买几瓶矿权 哈哈哈 来出个题 因为我是满简达人 达人 哇 让你们试试 能不能算明白满简 今天都给我好好答题 你好像那个教导主任现在过来发作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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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题目也跟观众读一下 观众可以在家里面自己算一下 小宋要买三件三个少年的对服送给大家 为什么是小宋 以你的原型出的 三件装 原价1699 有一张平台优惠券 满600 可用30块钱 跨店满简优惠券 满200减20 店铺优惠券满999 再加购指定商品 那个商品要200块钱 就可以利减300 同时定金100 付尾款时双倍膨胀 也就是会变成200 双倍 以上优惠都可叠加 优惠叠加 先后顺序 店内跨店平台 请问小宋最终时付了多少 干嘛 这是我每天的日常 什么 完了 看不懂 定金是什么 这什么 这么 这么恐怖 我是三个店 各满一间吗 满999元 加购指定 什么 重点就是 先店内 然后再跨店 再平台 什么叫做店铺优惠券满999元 再加购 你想想你加购那200块钱 相当于摆送你了 因为你加购200块钱 它利减300块钱 还能退呢 加购了 钻店铺的控制 我算完了 1229 错了 大错特错 不错 不错 我算是 689元 怎么送你呢 不是吗 不是 89直接送你了 原价1699 怎么能689买三件呢 没有 没有那么便宜 1209吗 差一点 差一点 你想想你加购那200块钱相当于百送 提前一个月付定期 那重点就是先店内 然后再跨店再平摊 1329 对了 女生确实还是厉害 我也1329 可以 对 正确答案就是1329 怎么算 给我们演示一下 我也学一学 1699 就三件1699 对吧 先要店内的折扣 对 999加200减300 相当于减去100块钱 对吧 定期双倍膨胀的意思 就是100当200用 对 又扣100 就相当于扣到100块钱 就是1499了 这时候要算跨店的折扣 跨店是满200减20 1499有几个200 有七个200 对吧 减去140 这个是1359 然后最后你有张红台的优惠犬 是满600可用的 30块钱优惠犬 才减之30 就是1329 我坦白来讲有点失望 就是这么大的力气 没便宜多少钱 没便宜多少钱 便宜不少 300多块钱 这样相当于打了九折 又打了你 嗯 我躺九折 我爱打折 我也很怕那种 因为我会在直播间看 就是拿小样 一瓶来 两瓶来 三瓶来 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划算 越来越划算 就感觉就像什么30毫升 买50毫升那种 有 送的比正装料还大点 我就觉得最近有的蛮好玩的 就是进一家吃饭的店 他会经常会就是有串词 就很多 就是那种 一上鱼桃 就像什么 各的客观 大来大力 各的客观 一 一错 什么 二 三 三 三 就你各的你帮来 鱼桃报名 这胸盼你听懂了 你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 我很尴尬 你太尴尬了吧 对 你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 就是哄一下气氛 对 哄一下气氛 那种其实我觉得还蛮 蛮有手机 手机很有用 没有用吗 嗯 我又带来了 这哪里是手机 手机 确实是手机 手 手套 你说错了 它是个电话 它是个电 你这这我玩的 你这 这怎么能是个电话 喂 你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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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真的吗 真的假的 能听见你 我 我为什么能听 为什么 真的 真的假的 可以送给我吗 你 你这样看起来 居上很高 我看着还以为是一个手套 我想听一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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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手机啊 啊 来 拿过来 拿过来 真能聊天 喂 徐睿 徐睿 喂 能听到吗 能听到啊 是吧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吗 这是我新买的手机 你们俩这么近 真的 本来啊 我本来就能听到 对啊 很好用 这是话筒 对 这是听筒 这是听筒 这个很有用 是吧 真的吗 请说出它的诱处 不是 它太棒了 好神奇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它很夸张 它不能这样 也不能这样 它怎么这样 那天我其实挺心酸的 我说过这个是什么 我有天很心酸 我跟小何 就那天在录东西 然后 就是导演组说 你们装一下拿话筒 让小松装一下拿话筒 小松是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好心酸 这个真的有代沟 就是现在年轻人 假扮拿手机都会这样 对 而我们却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 我就觉得很怀念 你是怀念这个手势 而使得梦想实现了 我们都是这样的 你怎么穿民国的衣服 原历是什么 为什么可以这样 蓝牙 但这个真的冬天很暖和 就是在冬天在外面 我觉得真的可以给老人 就家里的老人买一个 可是有种东西叫蓝牙耳机 是 要几个手不累吗 对 连手都不能拿出来 蓝牙耳机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很独特 你也可以那样 把那个手指头塞到耳朵里 挂一个手套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有趣的 但我其实不敢给奶奶用 我怕大家以为我奶奶不正常 每天闲着就搜一下 闲着就搜一搜 你们不是这样吗 我也会 他就说你也是每天 对 基本每天都会搜 每天都会有 有遇到过恶意的很多 是不是刷出来的消息吗 会遇到 有 就 其实我有碰到几个比较恶意的帖子 他就会 披一些很 很不好的图片 就比如把你的脸然后披到 某个地方 然后 就是可能 披到某些动物的身上 哇 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可能他是发泄情绪的一种方式吧 但我其实看到蛮生气的 这个很过分 嗯 好像就每个人在网络面前都是隐身的 就是你 就你不知道他到底背后是什么样的 嗯 小宋遇到过啥事吗 就是网上让你不太受得了的那些 会有 就是说 不太好说 说完 感觉自己心里会 有 有一种脚 脚的痛 就浑身不自在 对 但是我也拿他没办法 所以我只能 在网上看这些恶评啊 从里面学对我有用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去改善我的缺点 但是对于那些 不好的 就会 不回应 嗯 你会对 坐在你对面的那个 曾经网报你的人说什么 想说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嗯 就是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嗯 不管在现实生活中 还是在网络世界中也好 嗯 是的 不然可能惹祸上身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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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成年人就得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嗯 是的 对吧 网络 你也得负责任 其实挺需要我们艺人去发声的就是有很多事情 其实需要我们作为公众人物有这份责任感的 嗯 还是要起到一个就是正向的 对引导作用 嗯 你不能就是任期发酵 是 或者说 你起码就是告诉粉丝们什么是对的 对 什么是正确的价值观 嗯 是 对不对 生活处处是雷区 但是因为有雷区才会有转机 我觉得每次踩过的坑都是自己的人生经历吧 我更愿意把这些经历变成经验 好好学习继续成长 我也希望未来我在回首这些踩过的坑的时候能哈哈大笑 以一个更棒的状态去面对自己的人生